林墨宇正和水指天尊聊着 水指天尊似乎又合上头了 说了很多话 主要说的还是修炼之法 不过林墨宇发现 因为种族的关系 水指天尊的修炼之法和人族有所出入 不过林墨宇可以去无存经 把对自己有用地留下来 水指天尊还说了一些戒海里的情况 他确实去探索过戒海的底 那是在很多年前 水指天尊好奇心泛滥 就想去看看 50万米之下的水域 是天尊进的怪鱼活动范围 除了怪鱼 还有一些未知的生灵 水指天尊小心翼翼下前 一直落到了80万米深的地方 依旧没有见到底 后来在靠近90万米深的水域 他似乎是见到了海底 也就在那时 他受到了攻击 那次攻击 差点让他死在那里 水指天尊付出了不少代价 好不容易才逃回来 光养伤就养了好久 那一段经历 刻骨铭心 之后 他再也不敢去50万米之下的水域 老老实实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待着 所以 水指天尊说他或许见过底部 但也可能没见过 灵墨宇忽然抬头朝着远方看去 厚重的乌云开始剧烈翻滚 紧接着 一条巨型鲸鱼 从乌云中飞出 可怕气息席卷而来 直入灵魂 灵墨宇当场炸锚 一种难以形容的寒气 从灵魂深处冒出 迅速蔓延到整个身体 这股气息之强大 他前所未见 如果对方想弄死自己 灵墨宇感觉 只需要一个眼神 这不是天尊 这是道尊 灵墨宇在心中轻声念着 虽然被他的气息所惊 幸好灵魂没有响起警告 他并没有感受到对方的敌意 鲸鱼从乌云中穿出 贴着海面飞来 锁过之处 借海两分 形成了一条广阔水道 原本已有罪意的水指天尊 忽然打了个寒颤 猛地清醒过来 扭过脑袋 看到了鲸鱼 娜娜道 金将军回来了 那事情应该已经办法 鲸鱼在距离还有万里的时候 停了下来 并没有太过靠近 厚重的声音响起 已经给了骆子宗警告 说完之后 金鱼转过庞大身躯 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去 水指天尊高声叫道 谢谢金将军 金将军应道 不用客气 等到金将军彻底远去后 林墨宇猜开口 这是道尊吧 水指天尊点头 是啊 能成为将军的 都是道尊 海族的王上是道尊 将军也是道尊 看来海族并不是只有一位道尊 水指天尊黑黑笑道 也不知道骆子宗怎么样了 估计不会好过 可惜 这次出手的是金将军 如果是另两位 估计骆子宗就没了 水指天尊说得有些惋惜 不过林墨宇听得出来 这家伙是在幸灾乐祸 他巴不得骆子宗完蛋 林墨宇问道 那骆子宗以后 还会来找麻烦吗 他可是知道的 死掉的那个紫袍天尊 是骆子宗宗主的亲儿子 那些人之所以这么着急 就是因为宗主亲儿子死了 水指天尊斩钉截铁道 他们哪里还敢啊 就算骆子宗宗主死了亲儿子 他们也不敢来了 这次让金将军过去警告他们 就是王上摆明了态度 谁敢来找死 林墨宇问道 那要是七彩宗的 那位道尊来了呢 水指天尊黑黑笑了 那就好玩了 他要是敢来 以王上的脾气 动手的 估计就是杀将军了 保证他是有来无回 更何况 我说的这些不会发生 七彩宗的那位 不会轻易动手的 最多只是 派到尊敬长老过来 南州可不太平 人族内部争斗的厉害 被别的势力干掉 在水指天尊的讲述中 林墨宇已经明白 南州里的人族 可不像大世界里的人族一样团结 大世界里 人族是抱团取暖 一致对外 而南州里的人族 组成了各方势力 有着不同理念 经常为了一些事 打生打死 各方势力 彼此虎视眈眈 谁也不敢乱来 更何况 世界之争的规矩 就是摆在明面上的 要参与可以 后果自负 就算是死了 家里的长辈 也别想过来讨说法 这里没有说法 歪歪说了一堆 最后带着美酒 心满意足地离去 反正按他所说 骆子宗的事情 算是结束了 只是林墨宇并不觉得就此结束 他从科军口中知道 死去的那位紫袍天尊 是骆子宗宗主的独子 从小就宠溺的不行 就这么死了 对方肯定不会轻易把手 虽然不能直接找上门 可他说不定 也会有别的办法 在这个广阔天地间 神异术法太多了 说不定就会有什么诡异手段 林墨宇觉得自己 还是要防着点比较好 谁指天尊走后 林墨宇也没有在戒海停国 也返回了大世界 他并没有把落叶宗的事 告掉给几位成厅 没有那个必要 毕竟大世界里的质询 暂时都没有潜在戒海的能力 就安安心心在大世界里 做他们的至尊好了 林墨宇把一些可以说的信息 告诉给了仁皇 让仁皇建立起资料库 以便进行分析 回到神城的庄园里 狱竹正在和小巫玩 见到林墨宇 小巫啊地扑上来 挂以了林墨宇身上 林墨宇呵呵笑道 万年不见 你怎么就没长大呢 小巫哼了哼 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人家为什么要长大 人家永远十六岁 可能是因为 曾经是弃灵的关系 不管岁月怎么流逝 活上多少年 小巫还是老样子 此时的小巫 已经达到了半步至尊 似乎距离至尊 也已经不远 说不定在过段时间 小巫就要成为巫至尊 狱竹看着两人 翘脸上带着笑意 事情都解决了 林墨宇点点头 解决了 轻柔是回星空余人族了吗 狱竹恩了一声 轻柔结想 加了 就跟着洛神前辈回去看看 离家万载 是该回去看看 听着林墨宇的话 狱竹无嘴浅笑 其实对轻柔姐来说 离家才一年多点 他们在戒海里 过了四百多日 一年多点的时间 对星空余人族来说 却是沧海桑田 种族更迭 回去看看也好 反正有洛神在 也不会有任何危险 小巫挂了好一会 也不肯下去 按他的话说 小巫也有万年没挂了 这次要挂个够本 林墨宇也随他 翻手拿出一件宝衣 宝衣是科军身上所穿 正是这件宝衣 帮科军挡住了 来自命运大道的攻击 宝衣名为棉玉衣 天尊镜中的上家法宝 是科军在一次冒险中所得 棉玉衣有着极强的防御 可以防御各种攻击 可惜依旧没能保住 科军的小命软 现在棉玉衣已经损坏 正好拿来召唤元素巫妖 元素巫妖的火焰 绽放出美丽炫目光芒 锦玉衣被点燃 开始在火焰中逐渐融化 光芒也随之变得更加梦幻 好漂亮啊 小巫发出惊叹 他各种光芒都见过 但此时见到的光芒却不一样 万般色彩斑斓敬艳 其中又散发着天尊镜的独特气息 正是天尊镜的气息 才让各色霞光变得不同寻常 已经损坏的锦玉衣融化之后 化作一团晶莹剔透的液体 液体不断变形 最终变成了一个元素巫妖 不同于神力巫妖和佛国巫妖 用锦玉衣召唤出来的元素巫妖 体型小巧 看上去散发着湿润的预制光泽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娃娃 最关键的是 元素巫妖身上还穿着一件锦衣 十分精致 锦衣上流光一彩一看就知道此意不凡 小巫眼睛瞪的老大 好可爱啊 林默与眼神复杂 他从巫妖身上感受到了天尊镜的气息 用锦玉衣 竟然召唤出了一个天尊镜巫妖 实力让人意外 这也说明 锦玉衣的不凡 比起金莲古天佛祖的金莲都要强大 锦衣巫妖 二百六十境界 低阶天尊 品阶 完美 成长上限 无 受法 锦衣夜行 大道庇佑 锦衣夜行 可使巫妖进入隐身虚无状态 可无视大部分阻碍 避过大部分探测手段 穿透绝大多数阵法 大道庇佑 引动大道之力 利用大道这力 庇佑自己和主人 可抵挡到尊之下的各种攻击 大道庇佑无需召唤 在自己和主人遇到危险时 能自动激活承受的攻击会被积累 达到极限后 大道庇佑将失去作用 恢复时间 二十四小时度 林默宇思索着 锦衣巫妖并不具备什么攻击力 是属于特殊能力的巫妖 锦衣夜行 可以让她去大多数地方 如入无人之境 若是用来刺探消息 效果估计会十分惊人 林默宇知道 术法不会夸大 说是能避过大部分探测手段 穿透大多数阵法 那就肯定可以 按照林默宇的估计 天尊镜之下的手段 都对锦衣巫妖无效 大道庇佑 能自动保护 而且用的还是大道之力 大道之力林默宇 已经见识过很多次 知道那有多强 估计这个能力 就是继承了锦衣衣原本的功能 科军也是如此 才能挡下来比命运大到的一击 林默宇 锦衣巫妖很满意 十分满意 她有攻击巫妖 有辅助巫妖 现已又多了个防御巫妖 这一下全了 锦衣巫妖懵懂地飞过来 她本能地想靠近自己的主人 突然一只手如闪电般飞过 瞬间将她抓走 小巫兴奋地叫道 好可爱的小东西啊 喂 怎么回事 你怎么不见了 锦衣巫妖本能发动锦衣夜行 身体迅速消失不见 并且穿过了小巫的手 小巫左顾右盼 拼命寻找 怎么也找不到可爱的锦衣巫妖 别说是她了 就算是天尊在这里 估计也发现了不了锦衣巫妖 只有林默宇这个主人 可以清楚地看到 锦衣巫妖在哪里 并且 她还可以共享 锦衣巫妖的视野和听觉 锦衣巫妖看到的和听到的 林默宇可以同步看到 林默宇挥出一个收容扶阵 命令锦衣巫妖进去 锦衣巫妖很听话 立即钻进了收容扶阵 接着 林默宇关闭了收容扶阵 将她困在里面 接着 林默宇又挥出一个符文 加固了收容扶阵 林默宇知道 至尊很难突破自己的封锁 就算是天尊 也要花上几秒才行 接着她命令锦衣巫妖出来 命令刚下达 还不到一秒 锦衣巫妖就出现在林默宇面前 收容扶阵依旧完好 她的那些加固封锁的符文 一点感应都没有 锦衣巫妖无视了她们 效果不错 林默宇心中想着 见到锦衣巫妖重新出现 小巫又要伸手去抓 可惜她又抓了空 锦衣巫妖凭空消失不见 小巫不满地叫道 主人 这是什么啊 让她陪我玩好不好 林默宇笑了笑 这可不是玩具 不能拿来玩 你要玩去找小牛或别人 你现在朋友不是很多吗 听说你玩得很开心啊 小巫带着无奈 好吧 小巫在万年里 认识了不少朋友 都是星空巨兽 其中有不少都是小牛的朋友 然后朋友带朋友 小巫的朋友就多了起来 对于小巫的安全 林默宇并不担心 好歹也是个半步至尊 说不定哪天就成至尊了 在大世界里安全得很 玉竹道 刚才那个小家伙 是元素巫妖吗 林默宇道 是的 锦衣巫妖 玉竹笑道 确实穿了件很好看的衣服 锦衣巫妖 名字也很贴切 林默宇想试试锦衣巫妖别的能力 心中一动 给锦衣巫妖下达了命令 锦衣巫妖 发动锦衣叶许 无声无息消失 好快 林默宇心中微惊 锦衣巫妖在发动锦衣叶行后 直接钻进了深层空间 并且在深层空间里不断加速 虽然还不如空间之门 可比林默宇当初要快得多 空间也是一种阻碍 同样挡不住锦衣叶行 锦衣巫妖的速度远超光速 几乎达到了甘倍光速 转眼间就飞出了数万光年 它很快进入了星空于人族的领地 并且继续前进 星空于人族布置的各种阵法 对锦衣巫妖来说 形同虚设 锦衣巫妖无声无息 就来到了于人族的核心区域 随之找到了正在星空于人族里的于清柔 此刻星空于人族正举行着一场庆典 全族都在庆贺着什么 林默宇不太懂星空于人族的各种庆典 也不在意 他只是想看看于清柔 同时也验证一下 锦衣巫妖的能力 于清柔和洛神在一起 坐在手座上 脸上挂着笑意 显然很高兴 林默宇并没有去打扰他 控制着锦衣巫妖离开星空于人族 前往神城星域里的秘境 秘境同样挡不住锦衣巫妖 锦衣巫妖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 一番测试下来 林默宇对锦衣巫妖已经十分了解 如果用好了 锦衣巫妖的作用将会十分惊人 林默宇在庄园里休息了一些日子 等于清柔回来后 在一起前往戒海 同时他又要了些美酒 注入本源气息 下次送给那位十九天尊 本源大陆南州 骆子宗里传出一声怒吼 宗主阴沉的声音传出来 谁让他去参加世界之争的 给本宗主去查 到底是谁 让他去参与世界之争的 混蛋 敢害死本宗主的儿子 本宗主要图你满门 沙翼升空搅碎白云 又如千万众拳落地 镇的大地轰鸣不止 这一刻 骆子宗附近的修炼都 都感受到了这份沙翼 乌云龙照着戒海无数年 谁也不知道 戒海上的乌云存在了多少岁月 好像从世界之初 戒海上就有乌云笼罩 戒海里的生灵们 如今早就习惯了 如果哪一天 云开雾散 或许他们才会不适应 林默雨再次来到戒海 还是把鱼轻柔和玉竹 放在世界之上 并且放出五十尊骷髅王 对他们进行保护 二人可以安心修炼 感悟法则 林默雨冲入戒海之中 继续狩猎怪鱼 大世界已经修复 接下来所获得的本源 他要自己用 还有好多竖法 需要融入本源之力 林默雨冀中 已经有了详细修炼计划 他要把自己的竖法 全部融入本源之力 升化为本源级竖法 并且还不是普通的本源 至少也要是七阶本源 他计算过 想要融合出一颗七阶本源 需要729颗一阶本源 或是243颗二阶本源 亦或是81颗三阶本源 看上去似乎不多 林默雨觉得自己努力一下 每五百天 就能融合出一颗 当然 前提是无限融合这个小家伙 要配合自己 别出什么幺蛾子 为什么选择七阶本源 是他经过详细计算后 得到的最佳结果 六阶本源和大世界本源相当 如果只是需要六阶本源 他只要成为天尊 再问大世界要就行了 他相信大世界肯定会给 弄不好他成了天尊后 就能成为大世界之主 直接操纵大世界本源 可六阶本源他并不满足 他还想着升华大世界 和大世界一起达到道尊境界 想要升华大世界 普通的六阶本源不够 至少要七阶本源才行 而且数量也不止一颗 林默宇觉得 大世界升华后 自己也要配得上大世界才行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就是 本源虽然可以重复吸收 不断提升数法能力 但如果这次用了五阶本源 下次再想提升融合六阶本源 又要从头开始融合一次 太过麻烦 还不如一步到位 算来算去 还是七阶本源最合适 如果提升到八阶 那工作量就会无比惊人 不知道要做到猴年马月 林默宇月入戒海 开始他的捕猎大业 一批批鱼群被猎杀 骷髅大军 复生者大军 骷髅王 佛国乌妖 神力乌妖 互相配合 多点开花 效率高的惊人 林默宇当成了甩手掌柜 自己完全不用动手 他只要进行全局指挥 就可以获得收获 不断有骷髅神降回来 把得到的材料带回来 林默宇的库存 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着 数十日后 林默宇感觉前方水浪翻滚 天尊气息涌来 其中还掺杂着浓浓酒气 转眼间 水指天尊的庞大身影 已经出现在林默宇眼前 林默宇笑道 水指前辈 您怎么过来了 水指天尊黑黑一笑 你猜 林默宇看他的模样 大手一挥 两坛万年美酒就扔了过去 还用猜吗 不就是酒喝光了 来讨酒喝 水指天尊一点也不客气 直接将两坛酒收走 赞许地看了林默宇一眼 小子上道 林默宇笑道 上次水指前辈 帮了这么大的忙 晚辈感谢还来不及 水指天尊黑黑笑着 你的世界已经彻底恢复了吧 现在你收集本源结晶 是想升华世界 林默宇点头 这是其一 我也想利用本源结晶修炼 尽快适应本源大陆 水指天尊恩了一声 应该的 你的做法没错 在真正进入大陆前 做好准备 省得被人欺负 不过以你小子的能力 估计也没什么人能欺负你 之前林默宇果断杀了 骆子宗的两名天尊 水指天尊 可是很清楚 林默宇的战力 天尊放在任何一个宗门里 都是长老级别的人物 怎么可能被人欺负 林默宇笑道 剧本源大陆还早 而且我 暂时也离不开大事件 水指天尊歪了下脑袋 我倒是忘了这一点 你小子现在估计 和戒海世界羁绊极深 想走也不容易 林默宇微微汗手 确实如此 水指天尊大眼珠转个不停 似乎在帮林默宇想解决办法 可是想了半天 他也没想到好办法 苦恼地甩了甩大脑袋 这么看来 你只有在结束世界之争后 才能离开了 林默宇早就想问这个问题了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每一次和水指天尊聊天 都是由水指天尊主导的话题 林默宇主要负责听 偶尔提问 这样才能聊得久 获得更多信息 现在 林默宇顺势问道 那要怎么才能结束世界之争 求鲜花 水指天尊道 想要结束世界之争 有很好几种方法 不过在此之前 你首先要知道 什么是世界之争 为什么要进行世界之争 其实说到底 世界之争真正目的 就是为了本源 你也知道 高阶本源很难得到 尤其是世界级本源 更难 水指天尊 开始滔滔不绝 林默宇竖着耳听 认真听讲 从水指天尊口中 林默宇终于弄懂了 什么叫世界之争 为什么要进行世界之争 真正目的是什么 高阶本源很难获得 尤其是六阶以上的本源 更是无比稀有 一旦哪个地方出现七阶本源 绝对会引起一场大战 道尊都有可能亲自下场争夺 正是因为高阶本源太过稀少 于是就有了世界之争 各方借海世界互相征战 彼此吞噬 让世界成长 直到达到足够的高度 然后就可以收获本源 林默宇忍不住问道 那被收获本源的世界 会变成什么样 水指天尊和和笑道 那就要 看齐主人的心情了 如果是个善良的家伙 就会把借海世界里的生灵 转移到自己的规则世界里 或者放到本源大陆 让他换个地方生活 如果是那种无情冷酷的人 那就不管了 世界破碎的时候 里面的人就会从世界里掉出来 实力强大的 运气好还能活 实力差的 也就死定了 大部分修炼者 直接发动蔑视 整个世界都随之崩灭 一个都活不了 更有更坏的 他们把整个的生灵全部祭练 变成一件法宝或大药 用来增强自身 林默宇猛然一惊 这么说来 借海世界里不会出现道尊 谁指天尊摇头 一般不会 大多数情况 在借海世界出现道尊前 世界之争就已经结束了 但也有例外 可能发动世界之争的主人 有事离开了 等他回来时 借海世界里 已经出现道尊 结果他被道尊反杀 世界一主 这种事也有发生过 所以说 世界之争很危险 不只是争斗中的危险 还有被反杀的风险 林默宇问道 我的这个世界 好像没有主人了 江湾